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会说这台车裤大友来头是因为它是由国外知名的时尚品牌KARMA所设计的 而且这条牛仔裤要价1868块钱 美金 美金啊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看看牛仔裤界的变形金刚 为什么说是变形金刚 请先看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呢 它的牛仔裤啊中间就是大腿属西部那边露出了两条线 那个凤凤呢看起来就是只露出那边而已嘛 有点性感的设计 但是呢一旦你将下面 像是盔甲 我们把盔甲把它给卸出 哇哈哈哈哈 那战斗力直接解放 有没有你看他右边就是他的变形之后的模样啊 非常的短非常的好非常的棒 墨金哥要给他两个赞 很希望很希望很希望 这些牛仔裤呢可以大家都来穿 不过这个也跟刚刚那件阿玛大内裤很像了啦 就是他根本可以当内裤穿吧 他到底是内裤还是外裤 讲到这个我们后面的采矿 这个先保留哦保留我们看到这边就好 好了接下来这件牛仔裤呢保证 会让各位男士需要努力的按耐住你的 看得懂就看得懂看不懂就算了 好我们直接看兔 有没有看到那上面的设计 他是牛仔裤哦各位 他不是顶纸裤哦 你看到的地方都是同一条牛仔裤的设计哦 我说啊这个设计怎么会这么棒呢 直接齁 女生连内裤都不用一条就解决他 多方便以后穿裤子不用穿两条 直接一条 OK搞定 而且保证通通走到哪里量到哪里 更猛的是呢 如果平常没有人看你你是边缘人的话呢 穿上他保证成为全街道上的焦点 全校焦点 诶不对学校能穿大吗 大学搞不好可以啊 穿上去瞬间干掉斑花 校花也可以干掉 全班都在看你 全校都在看你 找到哪里看到哪里 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会从你身上移开 太棒了 太Sexy了 这个齁 如果有男生有恶作剧给他扯下来怎么办 瞬间群光完血了 第一次我看到这女生齁 我就身上旁边就挂了把钥匙 走路经过他的时候 不小心用我的钥匙给他勾一下 把钥匙给他勾下来 啊啊啊啊啊 这样子呢 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他搞不好他还没注意到那个裤子掉下来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跟他看个满意啊 没有 没有 刚刚都不是摩金哥 刚刚都是被附身 好吗 我被附身了 最近妈主常常给人家托梦 我是常常被人家附身 刚刚你们看到不正常不像摩金哥的呢 都不是摩金哥 我都是被附身 最近鬼怪生灵特别多 大家出路要小心 好了接下来这个牛仔裤 哇哦 真的尺度要很高很高啊 尺度高的地方不在于就是他露的地方 比上面的牛仔裤更多 而是在于他的设计呢实在是太特别了 中间 牛仔布的布料遮了一个三角形的区块 但是这个三角形呢 也不是就是神秘三角兆那边啊 啊那虽然说露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你看看他的这个旁边王子 哇 这个露出来 哎呀 简直是破洞库的极致啦 谁的牛仔裤破的洞比他多 谁的牛仔裤露的比他多 没有 欸不是刚刚那个阿嬷大那一裤 如果算是牛仔裤的话露的就别太多了 但是他没有破洞的设计啦 这个是有破洞设计 这感觉齁 丢个洗衣机洗一趟他就坏掉了 哈哈 全部打去对一起 这些牛仔裤不能洗吧 还是用手洗 要不要洗一下 这个线段的都按扯的扯 牵住的牵住 缠的缠 结果这些牛仔裤买来寿命 一天 哈哈哈哈 欸不过我刚刚看了再想一下 他那牛仔裤呢 前面蓝色那三角形的区块 他没有掀起来是因为 他旁边那些很纤细的网子 把它巧妙的固定住了 但如果真的如墨镜所说 洗衣一趟洗衣衣 他就扯掉断掉 哦 那他就没有地方给固定住了 所以可以直接从前面给他掀起来 哇 非常的凉快 很通风嘛 哈哈 好再来进入前两名了 这两名牛仔裤呢 可是大有来头 而且设计非常的狂 首先登场的第一条牛仔裤 就是破洞库的极致 比刚刚那条破洞库 还更像破洞库 请看 从正面看过去 这条牛仔裤 简直就像是只剩下了骨架 一一栋大楼来看的话 他简直就像是只剩下鋼筋的部分了 他水泥的部分完全没了 好像是在骨头骨架一样而已 一路从最下方的小腿 会露到你的腿 刚刚想讲出来不能讲 我名词应该会被BAN掉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条牛仔裤就是要逼各位女生 穿好看的内裤 哈哈哈哈 不管怎么样 你的内裤就是一定露出来 它的重点已经不是牛仔裤本身了 已经是变成里面的内裤了 因为里面内裤没穿好 那整个就是丢脸掉了 但如果你穿得好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设计 重点是里面的内裤 那我们来看反面 反面呢也是相当的狂啊 直接一个丁字库的造型在后面 那我相信没有几个女生敢穿 啊我更相信的是呢 你的阿嬷 如果很喜欢补你破洞牛仔裤 她看到这一条 她绝对放弃了 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补 阿嬷看到直接晕倒 阿嬷唷 没救了 随她去了 随她去了 哇这条牛仔裤的尺度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了 那我会说这条牛仔裤大有来头 所以它是由国外知名的时尚品牌 KARMA 所设计的 而且这条牛仔裤 要价 1868块钱 美金啊 你有说台币吗 美金啊 哈 太难理解了 牛仔裤布料越少越贵 这跟比基尼是一样的 一般路边 夜市市场 随便买 女生内裤可能五十一百两百 哇结果有些比基尼 布料感觉差不多 结果哈 一千两千三千的都有 破万的都有 哇很难理解 那我在看这条的时候看到 好像 台湾的天后蔡依林 好像也曾经想要穿这条牛仔裤 嗯哼哼哼 这个穿出来 欸真的是大跑眼福了啦 那刚刚讲到了 牛仔裤布料越少越贵 真的却有其事 因为第一名即将登场啦 起 看 起 各位告诉我 你们觉得这个是 穿在外面的裤子 还是他是内裤呢 哈哈哈哈 而且他的角度很高哦 快到开高差了哦 这个尺度爆高的哦 如果没有遮好藏好 那会露出来那些 一根一根的咚咚哦 哈哈 这不对吧 这牛仔裤吗 哈哈 哈哈哈哈 虽然说很肥心所思 但是 啊很好 这神经很好 看得很开心 跟刚刚墨基哥讲到的 某条牛仔裤是一样的哦 一条直接当两条穿 什么意思呢 女生穿了它 里面就不用再穿内裤啦 反正你没有穿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露出的部位差不多 那何必多此一举呢 所以由此可知啊 穿件牛仔裤呢 其实在夏天呢 也会感到非常的凉爽 通风呢其实也会非常的好 凉风呢一路吹着你的大腿 鼠西部 还有你的屁股蛋 全身的热气呢 直接透过这 你那两条 又大又粗的 倒热管 我们再讲倒热管了 这个你的大腿 直接变成倒热管 将热气迅速的排开 非常非常的好 女生穿起来会感到非常的舒适 那你一定 也会成为全校焦点 全公司焦点 穿它去上班上课 一路一帆风顺 同学都会特别对你照顾 上司呢或同事呢 也会对你照顾有加 你就假装上班很认真啊 突然伏一下额头 噢好渴哦 然后呢 脚翘起来 旁边男同事一看到 快马加鞭楼下7星巴克 迅速马上是爆一罐飲料上来 哈哈哈哈 你看这名字 多好用 如果是上课的话呢 敲个脚 露出来一下 然后伏个额头 噢天哪 这题好难写哦 哇 前桌一听到 马上转过头 来来来来 我跟你讲这题怎么写 或者是呢 你椅子坐右边点 不要被桌子折到 然后脚翘起来 老师一看到你 OK 同学过来 好不好 这个我们班上今天的魔分子就是他了 上课多认真 考试又 考得好 結果全班平均87分你60分 呵呵呵 不管老师看到你直接 OK好了 整学期你都不用上课了 直接欧帕 完美 马上一条牛仔裤 简直完美 只可惜 你要买到它哦 你必须要花上 一万多块的台币哦 呵呵呵呵 不得了哦 这条牛仔裤呢 410块美金 一万两千多块钱台币啊 你买得下去吗 哈哈 我说这条牛仔裤的布料到底是多狂啊 它用的是什么鬼 它有合金布料是不是 哈哈 410块美金 这再一次印证了一件事情 越匪夷所思的设计 布料越少设计 越贵 那各位 在这边再爆料一个点 如果你不知道这条牛仔裤的话呢 那我要告诉你 这条牛仔裤 还真的 有 賣 最初这条牛仔裤在开卖的时候呢 其实也就才9700多块钱台币 哇靠 也就才 好贵啊 不是才 就要9700多块 结果啦 各位 开卖的时候呢 被搶翻了 现在被炒到 要400多块钱 美金啦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万两千多块钱台币哦 很贵哦 那各位 你能理解吗 这么狂的设计 竟然会被搶到翻掉 缺货耶 真的是缺货耶 它现在只剩XS跟S XS就是最小 嘿 那个是给谁穿的婴儿吧 所以呢有人说它是尿布 哈哈哈 会不会真的是XS就是给婴儿穿的 只是妈妈拿来当小孩子的尿布穿 哈哈哈 那我是不晓得各位对于这些女仔裤有什么看法啦 你会不会买来给你的女朋友穿 或者是你本身是女生你会想买来穿呢 嗯 如果你对这些女仔裤有什么看法 你想不想买 你想不想看到有人穿在路上 都欢迎留言 在影片底下 大家一起讨论哦 好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你是否大开眼界了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这样子呢你才会收到我下一集的影片 同志哦哦 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的话 请按个赞 并且留言在影片底下 然后分享出去 墨金每天都要发布影片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啦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哈 你真以为结束了吗 其实还有一名 墨金哥刚刚没有讲到 就是跟第一名内裤相似的另外一条牛仔裤呢 还有 啊 我觉得这一条更好看 啊 哈 这个来斯边的设计 呜呜呜呜呜 真棒 2 3 3 4 5 6 4 i need you now i need you now